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乳房外科胡亦轩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乳癌的一些筛检和检查方式 在台湾目前乳癌是我们女性发生率第一名的癌症 在台湾每天有31位妇女被新诊断为乳癌 而且有6位女性同胞因为乳癌而被夺取宝贵的性命 在台湾我们乳癌的发生率最高的年龄阶段 是在40年到69岁之间 那这通常是我们工作以及家庭的中间 所以诊断乳癌不只是对个人 也是对家庭跟社会严重的打击 所以乳癌的筛检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那检查的方式呢除了促诊之外 我们有两大的影像检查 一个呢是乳房摄影 一个是乳房超音波 其中呢乳房摄影因为有一些疼痛感 通常大家会感到惧怕以及排距 但是呢目前在国际研究中 乳房摄影是唯一有医学失证 能够有效减少乳癌的死亡率 而且能够提早诊断的一个诊断力气 所以呢我们的国民健康署 其实在45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妇女 每两年都有提供一次免费的筛检服务 那是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所有的妇女同胞 一起来妥善的利用 因为乳房摄影它是目前证实 真的能够有效帮我们早期发现乳房 能够早期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效果的一个诊断力气 那如果您的写亲包括说父母姐妹 阿嬷外婆这些二顶亲以内 有乳癌的家族史 那我们会把筛检的年龄降低到40岁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二顶亲以内 有乳癌的家族史 我们建议在40岁就开始做乳房摄影的 这个筛检检查服务 那除了摄影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检查就是超音波 我们东方女性因为乳房组织比较静密 或者是说我们在比较年轻的女性同胞上面 乳房摄影通常因为乳房组织太静密 就会有一些诊断上面的限制 那这个时候超音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方式 超音波在诊断狗快的部分 比如乳癌跟乳房摄影比较起来 它们是相符相成 所以呢我们都建议女性同胞 如果乳房上面有什么任何症状疑问 那都欢迎来我们房外可能诊跟医师讨论 怎么样子来安排检查 这样子呢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那这样子才能够 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乳癌 对我们健康造成的一个打击的损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更新医院骨科医师杨里奎医师 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五时间 五时间这个名词呢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呢我想很多人呢 可能并不很了解这个问题 那五时间不明示意呢 就是它比较常发生在50岁上下的女生 当然男生也有可能得到另外30 40岁的男生 或是女生都有可能会得到50岁这个问题 这问题主要是因为肩关节它慢性的发炎 导致肩关节囊它增厚 然后纤维化关节就会软缩 而导致关节活动度的下降 那五时间呢 它这个名词啊 主要是比较通俗的一个讲法 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比较常称为冰冻肩 或是沾黏性的肩关节囊炎 那症状的部分呢 一开始啊在前四个月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到说 肩膀呢很痛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或是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肩关节都会很痛 有些人可能就想说跑去按摩 发现按摩其实也没什么效 那有些人就会做一些拉筋的运动 发现拉筋了以后反而会更痛 那再来到了第四到第九个月之间的时候呢 肩关节比较没那么痛了 但是呢就会发现活动度受限 有些人就会发现到说 自己没办法梳头发 没办法扣内衣 或是没办法晾衣服都有可能 那到了九个月之后呢 就会发现这些症状呢 就会慢慢的缓解 当然有些人如果沾黏的太严重的时候 也有可能症状 他没办法自己的缓解 它主要的原因呢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它可能呢是不明原因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不明原因 就得到了五十肩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糖尿病的人他比较容易有肩膀沾黏的现象 那就容易引发五十肩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甲状腺功能不好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五十肩的问题 第四个原因呢 其实呢就是如果肩膀曾经受伤 或是开过刀的人 都有可能呢会有五十肩的问题 另外在治疗的部分主要有三种治疗 第一个治疗是肩膀急性疼痛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口服的消炎止痛药来缓解症状 另外呢当然是搭配一些运动的治疗 第二个治疗的方式是可以局部在我们肩关节里面呢 去注射一些类固醇来改善症状 另外在麻醉底下医师也可以帮您呢 进行做一个被动的关节伸展运动 第三个治疗的方式呢是使用内视镜的手术方式 如果说保守治疗三到六个月效果都不好的时候 那可能呢就需要进行一个内视镜的微创手术 这个手术呢它的伤口大概只有数个不到一公分的伤口 可以呢看清楚肩关节内部的状况 去清除一些沾黏跟发炎的物质 另外如果说关节里面呢 还有其他旋转肌唇瓣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并做一个处理 那当然微创手术呢它的好处就是恢复的比较快 那当然其实预防呢还是剩余治疗 在我们还没有五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需要定时呢去做一些肩关节的伸展运动 包含呢还有缓和的一些机力的训练 来保养我们的肩关节 以避免呢五时间的发生 那欢迎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是症状的朋友们 都可以到我们医院的门诊来做一个咨询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更新医院泌尿科彭崇信医师 关于熟灵女性的泌尿问题 过去大家较为熟悉的是 贫尿和尿失禁这类尿液储存方面的障碍 然而女性在排尿方面的障碍 其实也不少见 会造成尿流变弱 缓慢 间断 尿不干净 排尿困难 甚至尿滋流等症状 病患也常会有贫尿或是尿疾等症状 除了影响生活的品质 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逆尿道感染 结石或肾功能损害等并发症 造成女性排尿障碍的原因有 骨盆器官的脱锤 例如子宫脱锤 尿道扩约肌放松不良 尿失禁或骨盆腔手术的并发症 尿道纤维化造成的狭窄 膀胱颈缓缩 肿瘤结石 或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像是糖尿病 神经损伤像是脊椎损伤 甚至老化等等 可能会造成膀胱出口阻塞 或是膀胱的手术力不足 诊断上除了详细的病史询问 症状分析和泌尿检查之外 入饮尿动力学检查 它可以完整同时评估下尿路的功能和影像 是女性排尿障碍最重要的诊断工具 上述这些疾病大多数都可以治疗 那治疗的方法包括了生活调试 药物物理治疗和手术等等 但是不同的病况需要不同的治疗 那病患一旦发生相关的症状 应该及早就医 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病菌恶化 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妇产部的叶海健医师 今天跟大家讲就是有关 怀孕的时候能不能喝酒 那其实过去2002年美国统计过 有七个妈妈里面有一个妈妈就有喝酒的习惯 然后有统计过30天里面 就一个妈妈就喝酒恐慌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知道喝多少酒 我们先了解说标准是在哪里 那美国的标准就是说 一个标准单位里面就 在饮料里面含14颗的酒精成分这样 那代表意义是什么呢 就等同一罐的品酒 那也等同于12%的150系统的红酒 那什么叫危险饮酒呢 可能就每次喝到三罐啤酒以上 或者一个礼拜要喝到七罐啤酒 那叫危险饮酒了 那其实我们喝酒的时候 就是在孕妇喝酒的时候 大概两个小时内 酒精酒会经过胎盘 到胎儿身上 那酒精浓度是跟妈咪一样的 那这喝酒目前呢 喝多少剂量或多久的时间 对于宝宝残害 怎么样残害的程度是多是什么办法的 去衡量 不过喝酒 长期喝酒的话 造成一个胎儿酒精症候群 什么就是什么症候群呢 那会喝酒的话 长期喝酒 那如果有些嬉儿的成长的时候 会生长迟缓 那行动会有障碍 那也会看到这些嬉儿的脸 有乳内的结构 陶禄的结构 就比较特别 比较异常 那也有可能造成早场 生长迟缓 最近有可能 喝酒会造成胎食负重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就是当然说 要不要喝酒 那当然是要避免 尽量一滴酒都不要 在怀孕过程都不要喝 这样子 那就确实小朋友的健康 那其实 那我怀孕生亡了 可不可以喝呢 那其实我统计过 如果你喝酒 那喂母乳的时候 大概有五到七%的酒精 会经过baby身上 如果你真的要喝的话 每天喝一罐 那大概隔两个小时再喝 再喂小朋友 喂母乳这样子 不过呢 如果超过三到五罐的话 那可能在八个小时 六到八个小时内 母乳里面也会产生在酒精的成分 所以呢 总括来说 那如果喝酒的话 就怀孕或者哺乳的时候 尽量就避免喝酒这个食物 这样子 确保胎儿的健康 大家好 我是更新医院韦佳林医师 尿域中有泡泡 真的是蛋白尿吗 不一定哦 尿里有泡泡 很有可能是因为 冲力太大 例如站着尿的时候 尿液碰到马桶的时候 会有一些泡泡 那泡泡有可能是单层 而且比较大 另外的时候 有可能是因为脱水 造成尿比较浓缩 所以这个时候尿液 尤其在早晨的第一泡尿的时候 尿液里面也会有泡泡 另外 当马桶里面还有残余的清洁剂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泡泡哦 好 再来如何区别真正的蛋白尿呢 原则上当有蛋白尿的时候 泡泡的时间会比较长 而且尿液的泡泡会比较浓密 例如啤酒上面的那层白白的泡泡 那我们如何去区别呢 当你尿液里面有泡泡的时候 可以留置大概十分钟 然后再去看看尿液的泡泡 有没有消失或者是反复需要冲水的时候 才可以冲掉尿液的话 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是真正的蛋白尿 但当尿液里面有泡泡 有时有有时无的时候 这是一些生理性的因素 这个可以再继续观察 那事实上经过研究以后 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泡泡尿 大部分都是虚惊异常 并不是真正的蛋白尿 那什么是真正的蛋白尿呢 平常我们一个正常的人 大概每天有50到200毫克的蛋白质 在尿液里面 可是当肾脏有病变 就是在肾脏的基底磨成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有些蛋白质 还有一些大分子的量 会随着这个尿液直接冲出来 那这个时候尿液里面就会有泡泡 那这个是最早的肾脏病的特征 那大部分的时候病人是没有任何的疼痛感 那为什么会有蛋白尿有几个成因 第一个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比较常见在一些怀孕的妇女啊 或者是一些运动员脱水发烧的时候 那当这些因素都纠正好了以后 蛋白尿就会消失 那另外一个是姿势性的蛋白尿 这个比较常见在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初期就是刚恢复肾脏病的病人 那随着知识尤其是站着或者是坐着尿的时候 会有泡泡尿 可是躺着的时候尿液就没有泡泡尿了 那这个也不会让肾脏功能变差 最后就是一些病理性的蛋白尿 那这些蛋白尿比较常见在 因为本身肾脏的疾病 或者是本身有一些高血压 糖尿病 红斑性狼仓 或者是艾滋病这些症状 这些都是需要做一些血液 或者是尿液的检查 有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做肾脏的切片 那当如果有一些病史 例如糖尿病 或者是有些人不确定有没有糖尿病 但是合并吃多喝多尿多的症状 或者是有一些高血压的病史 然后合并有泡泡尿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有一些病理性的蛋白尿 那另外如果当家族史 例如有糖尿病 或者是肾脏疾病的话 也要考虑有没有有蛋白的问题 那蛋白尿有一些症状 最常见的就是体重变重 那大部分的人会发现 腿会先变肿 或者是脸 或者是眼睛周边都会变肿 或者是发现衣服或裤子开始变得很小 那另外呢 有些到严重的时候 会发现尿液的颜色变深褐色 有些是血色 然后尿液的量也会变少 合并一些耳心或呕吐的症状 那另外的话 如何去应对这些蛋白尿呢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脱水 因为刚刚有说过 有一些尿浓缩的时候尿液会有泡泡 那就是要适量的喝水 那另外监测体重 可以在每天早上空腹前先量个体重 看看自己的体重有没有变高 然后适合用上一些血压或血糖的药 去控制血压和血糖 还有避免一些高盐的饮食啊 或者是烟汗酒 最后呢 大部分总之蛋白尿很多时候都是假紧訊 可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任何的问题 请大家一定要到医疗院所的肾脏科医师就诊 然后验个小便 因为小便是非侵入性又很快 然后请大家不要迷信偏方 研究医疗就医的时间哦 谢谢 我是根系医院胸腔内科黄昌明医师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那个 关于那个气喘 5月份是那个世界气喘日 因为气喘是蛮常见的一个疾病 那气喘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气喘是一个 它是过敏性慢性气管炎的疾病 它的症状是有哪一些 最主要是上个症状 咳 咩 喘 喘 咳射就是慢性咳嗽 然后有胸口咩 然后喘就是那个气喘呼吸几处 有些人还有一只那个气喘声 就是有哮哮的那些声音 但是它也有一个特定的那个时间 特别是它是夜间或者是凌晨早上 比较会有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 然后气喘还有一个它的一个起伏性 有时候是症状是完全没有像正常的一样 有时候是它是有些症状会出来 所以它那个整动方面是有一些困难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 因为它是过敏性疾病 所以我们一般是会抽血检查 它是过敏源 还有加上有过敏的那个白血球 四三性白血球 或者是另外一个是那个医免疫那个球蛋白 然后我们会抽血是也要看那个 特别是过敏源 特别是吸入性的过敏源 然后另外一个是肺功能可以检查 可以去判断说它的那个气管是有没有敏感度 就是说一般我们是用那个气管扣张剂 之后它的那个是可逆性的话 它是比较属于那个气喘的症状 所以诊断的话 它不是是一个特定的检查 所以去判断是气床 它那个一般抽血检查 然后那个肺功能 加上临床也整合起来 去判断一个气床 气床诊断好了就是治疗 治疗方面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控制那个急性癌症状 另外一个是让它那个稳定部分 如果稳定了的时候继续维持 让它稳定 那治疗的药物有哪些呢 有些口服药加上针剂也有吸入性的 但是真正最主要是吸入性为主 吸入性药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气管扣张剂 一种是吸入性类库床 症状药物最主要是扣张剂来治疗 但是那个是只是治疗症状 没有治疗它的原因 因为它真正的原因就是 那个过敏发炎嘛 所以一般是要用雷固床抗发炎 但是如果说雷固床大家都会吓到 就是说用了之后有些它的副作用 比如说月亮眼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水牛肩那些等等 但是吸入性肺 这个雷固床的话 它的副作用是相对上是很低的 所以说相对上是安全的 最常见的副作用只有嘴巴厚或者是声音撒哑 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用一些那个吸入性用药物之后 尽量那个漱口把它那个吐掉 就是可以不免这些副作用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避免那个感染源 比如说一般是它有诱发因子 感染源的话 特别是那个我们环境清洁 然后那个要戒烟 一般戒烟那个包括电子烟也要戒掉 然后另外一个是要打疫苗 比如说我们那个目前的话是那个新冠疫苗 然后那个流感疫苗 加上肺炎年症的疫苗要施打 那另外一个就是部分 部分我们就是要戴口罩 让那个预防那个呼吸器感染 这些都是为了那个预防的那个气喘急性发走 以上是今天的那个对那个气喘的简单的报告 所以那个周边那个朋友有慢性咳嗽 如果九颗不愈有胸门症转的话 可以到更新医院胸腺内科门检来就医 我们会给你最好的服务 谢谢 祝大家身心健康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更新医院骨科部主任张正慧医师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关于妈妈膝关节的保养 大家也都知道妈妈从生下我们就很辛苦 要煮饭要上班要爬楼梯要蹲要洗 要做很多的家事 这一场会造成膝盖的一个退化跟磨损 那为人子女的经常会想要说 买一点什么补充的或是一些保健食品给妈妈吃 但是呢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保健食品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说 哪些保健食品有帮助 哪些保健食品要注意 那常见的保健食品方面的成分大概有分几种 第一个葡萄糖胺 这是大家最常听到的 还有一个叫做甲肌瘤盐 肌甲碗的东西 还有一个猫爪腾萃取物 还有第四个像第二型胶原蛋白 也是大家经常会被提起的 那还有第五个可能有一些姜黄素的成分 或是软骨素的成分 甚至有一些还有一些乳油木果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甚至还有一些像怎么移贝壳提炼出来的一些萃取物 都有可以帮助一些保健成分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用途 那当然我们常见的保健食品的我们分别把它整理出来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补充关节囊成分的包括有像葡萄糖胺 这最主要的是一个合成葡萄糖胺的聚合体 聚糖体 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来增加关节液的成分 增加它的润滑 那最主要一天治疗可能会到1500个毫克 那第二型胶原蛋白是正常软骨生成主要的成分 那当然可以帮助软骨的再生和降低免疫系统 攻击关节的组织 那还有常见的像软骨素 有些人就是说像鲨鱼软骨之类 它是个氨基酸的半乳糖 还有葡萄糖胺酸交错 形成一个联多蛋白 那会是当然有这个软骨细胞 有足够的水分可以缓冲跟润滑的作用 那当然有些人说关节是用着一种发炎的反应 那有一些保健成分里边 也有一些成分是可以减少发炎反应 像姜黄素它也可以减少体内的发炎物质的产生 来舒缓关节炎的疼痛 但是呢 怀孕而赴孕呢 我们就不要使用 那还有个乳油木果 它是原产因西非 它是一个三铁的类物质 植物类固存 维生素1也是可以缓解发炎和疼痛 还有一个是猫爪疼的萃取物 这些都在中南美洲有一些民族 原住民会来用治疗炎症反应 但是这个怀孕的妇女我们就不能使用 那还有一些成分像 一被滤唇一被提出来的一个萃取物 也可以有发炎疼痛的控制 但是呢 它有点抗凝血的效果 如果你有一些吃抗凝剂 可能要有出血风险 还有孕妇啊 还有在哺乳的企业 尽量不要使用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甲肌 硫酸肌甲烷 它是一个有机的硫化物 它会多存于软骨组织 那也可以增加那个消炎止痛反应 但有时候可能有些人 会有一些失眠的状况 那当然有时候 这些保养的东西吃完了 你还会觉得说 可能效果不好或是不明显 那当然这一次 这时候你就要给专科医师 或是说去看看骨科医师 或是给专科的医师来做一些询问 或是一些治疗上的一个探讨 譬如说我们经常 像我们骨科来讲 当然就吃药或是手术 那吃药方面就是 譬如说 有时候就吃一些肺肋固醇的解热症痛剂 那通常有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剂型 那我们现在比较常用还是第一代 但是因为第一代都会伤胃 所以第二代的现在也慢慢有人在使用 那比如说打针 打肋固醇 玻尿酸 甚至现在有比较好的一个再生医疗 就是说像打血小板 甚至现在有发明了一种叫干细胞 干细胞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细胞 提出来干细胞再打回去 都可以增加这个软骨的再生 减少这个磨损或是退化 那最后当然如果真的是都 这些保健食品 还有这些内科治疗保守治疗无效 那当然就手术 那常见的就是微创清创 那还有一个保息手术 那还有一些就是软骨置入的一个手术 那有时候把自己的软骨再移植到 那个磨损缺损的地方 这也是一种治疗方式 那通常的话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 从保养到治疗都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要请各位观众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方面的 比率还是要请 最后要请专家 还有就是跟医生讨论看看 哪一种比较合适 哪可能的原因 又整个皮肤 аров